民眾氣泡泡來到竹心里活動中心 要來簽切結書 面對這麼多人 去公所派出的人力顯然不足 公所人員翻了老半天 還是找不到居民之前就已經申請的資料 居民越來越不耐煩 這些居民都是台南市後避區竹心里的李明 前一天接到區公所電話通知 說申請補足泡水車補件直到30號為止 大家顧不得要上班只好請假 區公所也派人下禮收件 沒想到現場卻是亂成一團 竹心里在凱米颱風時 水淹半層樓高 幾乎全村都泡在水中 台南市政府從八月一號開始 受理泡水車補助申請 重寬認定沒有淹水照片佐證的居民 補前氣結書照樣也可以領到補助 一場美意勸一位溝通出了問題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可能通知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說錯 或者是什麼情況 讓民眾誤解了 是新申請案件到今天 八月三十號的五點 那後面補件的部分 那基本上期限沒有這麼緊 我們會個別再通知大家請他來補件 公所把這樣子的美意 不用照片的美意 變成剛才說你媽才拿來給我告訴你 不然你就沒辦法 你要來保重 來到這樣的現場 我們還是覺得一團亂 公所對於這樣子的交通 真的非常低能 面對居民的怒火 區公所矚密出面滅火 強調補件作業期限是到九月三十號 對於造成民眾誤會感到抱歉 明星期晚林俊平陳子平 台南市報導 明星期晚安